Hello大家好,我是安娜姨,欢迎回来 今天就是斯福兰打折的视频 以往我都是提前发 现在打折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早上去店里了 就买了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有帮朋友带的 我自己囤货的 还有想尝试的东西 然后打折的详情呢 我要不就放在屏幕上 就14号开始已经入职 可以入场享受8折 斯福兰的产品是7折 在4天以后 4月18号 VIB和普通的Member Insider这个会员 可以进场分别享受 15%和10%的折扣 先去斯福兰扫货买了这么多 我就一边给大家展示 我买的东西一边推荐一下 我很喜欢的一些单品 第一个我推荐 就是应该只能在斯福兰买到 或者他们的官网 就是这个Alfin Beauty家的洁面 这个洁面我见到店里也想买 但是它店里没有货了 然后我这个就是又马上空了 这个就是之前空的 洁面里面还有一点果酸和一点维斯盐生物 非常的清爽清薄又温和 一直非常推荐打折时候必入 防晒霜呢 每年我也都做防晒专题 也推荐很多平价的日韩的防晒 我觉得做的都不错 但如果你想要先再补一个防晒 在斯福兰的话 特别是这个物理防晒 最近这么一两年吧 比较火 就是这个Summer Friday的这个牌子 它是物理防晒SPF30的 是这样乳液的效果 然后你把它涂开 还是非常轻薄的 而且比很多物理防晒的 肤感都做的好 一点都不泛白 还挺水润的 所以这次就是又囤了两支 另外每次经常推荐这个MIRROR加防晒 也可以打折的时候购入 然后它有两款了 一个是低管的 一个是这种乳液的 这个更滋润一点 低管的更清爽一点 但它价位就稍微高一些 里面还加入一些氧化体 还干嘛的 据说可以防蓝光啊 抗色斑啊等等 肤感非常好的 这个物理防晒了 特别干皮的话 推荐这一支 说到防晒 也趁打折的时候 大家可以囤这个COLA加的防晒 就这个喷雾 它喷出来真的跟水一样 我就是用衣囤衣 特别是夏天Summer来了 给小朋友喷到身体上 一点都不白 当然它是一个化学防晒 可是它是对珊瑚友好的 所以比如说去海岛度假 什么的用都没有问题 那我要说一下 最近斯芙兰上了一个新的 还挺贵的58刀 一个物理防晒吧 但是我买了之后 就给它退掉了 因为真的实在太难用了 放一个图片在这里 给大家排一下雷 千万不要买 那个虽然物理防晒 但真的好油 而且到脸上 其实是有点泛白的 虽然你按摩 它会吸收吧 但是肤感比起Mira的 就没法比 所以我那个完全不推荐 大家也不用 趁打折的时候尝试了 另外斯芙兰上 最近也是上了一个新牌子 还算比较高端 定价比较贵的 这个MARA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护肤品 就我看包装就觉得 很漂亮 很新颖 很奢华 很享受吧 应该用起来 我就入了四个 他们家的单品 他们家也有一个防晒 但这个防晒怎么说呢 一呢 它价格 应该不算很便宜 然后第二 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然后你们看到了 就是这种油 中间有一些防晒剂的感觉 所以它涂到脸上 也真的就是油 非常的润了 我现在就皮肤如果不化妆的话 就单一个防晒 可能整天下来会很干了 就用别的防晒 所以我白天也正好要补一下 我就第一一蹦 把它按压到脸上 就又补防晒了 好像又补了一层油 它就是非常有光泽的 我对的评价就是中性 如果你是非常非常干的皮肤 又想要一个面油类的防晒 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那就顺便说一下这个卸妆油 我觉得它还是好用的 但具体值不值那么多钱 就大家见仁见智 因为也有很多评价也比较好用 那它这个就是 大家看这个瓶身是一种剥离的嘛 然后它挤出来 那个鲜软油乳化也挺快的 也没有说太刺鼻的香味 总体感觉质地很细腻 那个油的质量是非常好 毕竟也是一个新牌子 感觉品牌的认知度啊 各方面也没有完全做起来 然后就是眼部产品推荐 依然推荐这个Dr.Denis Gross 但是不多介绍了这个眼精华 这次也是帮朋友代购了 就是我好像去上货的 又买了三支 很轻薄 我个人来讲 用它比如白天 外面肯定是还要加一个保湿眼霜的 然后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发现的 我特别喜欢的两个眼部产品 就是Kate Somerville家 它家这金色系 就是湿黄唇系列 它的一个眼 算是眼霜 那前面有一个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往眼睛上涂的 就把它挤出来有点黄色的 像凝胶乳液状 但它这个特别好 就这种状态的东西经常搓泥嘛 和防晒啊等等 这个湿黄唇眼睛花 完全不搓泥 就是吸收度也很好 非常的润 所以这个特别推荐 今天晚上大家用 它的湿黄唇含量 我用起来明显比那个 Dr.Denis Gross家的要高 所以大家一开始 可以一周用个两三次 然后慢慢的变成每天用 我现在就是每天用没问题 总体还是很温和 只是含量会高一些 这次打折我就又买了一支 晚间的话 配合这种湿黄唇眼睛花 外面要多加补水保湿的东西 然后来舒缓镇定你的皮肤 所以我推荐这个 它是Hourglass品牌出的护肤线 Equilibrium 我这次帮朋友也是自己囤吧 买了两支 这一款是我现在正在用的 之前就是官网 官网买的 看它是这种 非常小罐子装的 然后很有点像凡士林的那种质地 给你们看一下 就真的是很滑很润 涂到眼睛上 它不会很快被吸收 它是会一直就在你眼周一圈 但完全不搓泥 睡觉还要戴眼罩 再呼一层这个 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保湿滋润安全 然后细纹就简单了 真的是好好用 唯一就是可能刚开始 你用它的肤感 大家不一定很习惯吧 它是有点像凡士林 但不黏 只是说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另外如果有朋友 孕期哺乳期 不太方便用 我上面推荐的 那湿黄唇眼精华呢 可以大家试试 这个胶韵湿的 双翠眼部的眼精华 是比双翠面部精华 后来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好好用 我这瓶已经空瓶了 那打折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入 它就是很轻薄的 而且是植物系的 我觉得滋润度啊 什么的也蛮好的 也非常推荐一款 比较天然的 这个自然系的眼精华 刚才忘说了 就是在截面这部分了 我这次自己新尝试 K.Somerville家的 它家这个蓝色系呢 上面是说 2%的水洋酸 因为我就是长痘嘛 看了那个皮肤科医生 他就说 你就是用一些水洋酸的截面 会感觉好一些 Alphin Beauty我也会用 但一般比如说晚上 早上的话 我就打算用这一支 那它比一般的 就是也有很多药妆的 2%的水洋酸的截面 我也买过Nutrogena的 但我觉得它有肤感 它虽然便宜10块钱 那肤感真的不好 就用起来不开心 这个贵一些44刀 但现在打折嘛 8折 所以我就打算试一下 这个蓝色的 因为Kissomerville家 其他那个绿色的 粉色的 还有紫色的 那个养奶截面 我全部都用过 我都觉得很好用 所以我对他们家的截面 比较有信心 这次就买一个尝试一下 面部清华 今天我到店里 买了这两支 全部都是我自己没用过的 就是胎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这个 Dr.Denis Gross家的 新出的 相信大家 如果去斯富兰 或网上就看到了吧 这金色瓶子的 我看它的说明 就是含有 三种玻尿酸 就是一个保湿为主的 还有一些 多态吧 就是修复保湿的 这样的一个精华 那我看这瓶子还挺好看的 在店里挤出来 它就是那种 褶梨凝胶状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搓泥 我感觉就是这种 像gel的状态 就非常容易搓泥跟防晒 所以这个我日后用一下 再跟大家汇报好不好用 这是一个新品 另外那个 湿黄唇精华 就是Mirror家 最开始那个 湿黄唇精华 我觉得很早的 推荐好几年了 它也现在就变成一个 网红产品了 但它最近就是 新推出了一个 算是理解 我理解就是同款 同系列 但可能是升级版 好像是那个A唇的 版本不太一样吧 我没有多做仔细的 研究它的成分 它出了新一代的 这个A唇夜间精华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状态 仿佛跟以前那差不多 就是那种很细腻 丝滑的乳液乳霜状态 挺轻薄的 然后味道上也跟以前差不多 有点花香加杨梅的酸酸的清香 对 反正感觉肤感还是蛮好的 它的瓶子变成这种玻璃管的 原来那个是有机塑料 这个也用一下再跟大家汇报 到这里就是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在打折期间 想补一些面部精华 特别是干皮 我推荐两个 就这两个是我在Mara家 新买的新品里面 我用起来我觉得还不错的 就是这个高瓶子的 它是一个维C的精华 是这种油状的 不像面油那么油腻 它有点像蜜 就是有点像娇蓝那个复原蜜 可能比复原蜜要再稍微滋润一点 就是那种状态 所以就是干皮 然后特别是比较敏感一点 不想用那个圆形为C很刺激 或者你配合湿黄唇晚上用它 我觉得效果还很好 而且也很滋润 就是干皮推荐这一个 另外如果就是想抗老的话 这个是一个A唇油 是唇面油了 我的皮肤每天有 没有任何补适 所以我觉得它肯定就是 0.3%以下那个浓度的 它的味道有点像 Sunday Riley家的那个UFO面油 就是很古早 之前流行的那个A唇面油 有点像那个味道 就是比较纯植物系的草药系的那个味道 对 如果你想尝试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产品呢 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A唇面油 特别是干燥皮 沙漠皮 推荐一个就适合油皮 年轻一点皮肤 轻薄一点的 这个夏天比较适合精华 就是Fresh家的 这个叫什么绿茶精华嘛 抗氧化的这个精华 那它的质地就是像水乳液 清新的淡淡的味道 在脸上涂起来完全没有负担水水的 就很适合你皮肤稍微有一点夏天啊 现在去用配合面霜 也加了很多这个抗氧化的一些成分 Fresh家新品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 也可以大家考虑打折的时候入 以上呢就是一些面部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会推荐一些 我用起来比较好的 护发的美体的一些产品 也可以非常适合大家最近补货 我今天去店里看到一个新品 就是大葡萄家出了一个护手霜 我的手是非常干的 然后它这个紫色的护手霜 你看它其实还是cream的质地 你看它蛮厚实的 但是它有点像冰激凌霜 就它一涂开呢 你会觉得很水 涂开又会整个觉得这块皮肤又凉又水润 就是感觉保湿度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就趁打折买了两支 包装也挺可爱挺清新的 就趁打折入了两支 然后接下来就是头发 然后又补了两支 这个Vegamore家的洗发水 这支又要用没了 对就再补两支 这个就是它味道比较清新 很适合夏天 特别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 它孩子觉得是那种清新的水果 水果糖的味道 所以夏天嘛就给小朋友洗洗 我觉得它是比较温和那种 让你的头发就比较柔顺 如果大家想要蓬松款的 那我还是比较推荐 感觉这个Leaving Proof的效果 会更蓬松 但感觉这个洗完头发 没有这个这么柔顺顺滑 洗发我还要推荐 这个其实我老早想推荐 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我用光了 你们看这是什么 就是我看他斯芙兰也上了这个牌子了 就有一阵子 他在那个Instagram上面广告蛮活的 就是好像也是美国的牌子 但是受了中国什么瑶族 你们看这个少数民族 受了他们的启发 就是一个洗发灶 那已经全部都用完了 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用它这个护发素的灶是这样 那个洗发灶是刚才那个纸包着的 因为我以前印象中洗发灶 一定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拿那个 叫椅子 北方叫椅子 就是那种洗发灶来洗头 头发会特别色嘛 但它这个完全没有 就你拿那洗发灶在头发搓搓搓搓搓 就出了好多泡沫 然后洗完之后头发还挺舒服的 是稍微会有一点色 但不是我们小时候用那种肥皂的概念 然后你再配合像我之前那Vegamore那个护发素嘛 就这样用还是挺好用的 所以这个牌子我看他在斯芙兰也上了 大家如果想尝先尝试一下 挺好玩的 可以买一个试试看 好以上就是我推荐的 我回购的 我帮朋友买的 去扫了货的 这个斯芙兰的购物 加推荐分享 希望给大家种到草 那现在大家有需要补货 就可以马上开始趁打折购入了 好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 拜拜